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没有发觉我今天好像笑得有点合不拢嘴 因为今天大盘是大涨超过了500点 而且大人哥提醒大家的两大观察指标 台积电联发科有没有长得很猛 所以今天的期货又是送分题 恭喜我们的聚保期团队成员开心数钞票 那么怎么样送分送了多少分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德鱼好大家好 德鱼笑得合不拢嘴 我也笑得合不拢嘴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散户 就觉得我怎么砍在最低点 我那个多单怎么没有了 不是说要打仗了吗 对 我那个股票怎么没有跟上今天的上涨 原因就是因为 我常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的节目分成两个段落 分别是你看到的上半段是古摩利 然后现在目前在叫聚保期 那上半段的古摩利 我们这几天跟大家定调的方向很明确 我就是一个一个利空 来帮你去做破解 有人跟你说中东地缘很恐怖 有人跟你说Fed延后降息很恐怖 有人跟你说台积电 他去调降别人的平等好恐怖 产业完蛋了 还有人告诉你 因为美超围不敢公布他们的预先的业绩的财报 所以那个AI 惨了 完了 这些相关利空 这些 所谓的鬼故事 都在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说清楚讲明白 那为什么我敢这样说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不是在跟你看那些新闻 在跟你乱报一堆有的没有的事情 我们在看的事情是这个 这张图的话 我相信你在我们这边看到之外的话 应该没有其他任何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了 而且我敢放大在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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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的是 这里面竟然有哪些东西 我有美股 然后我有台股 然后我还有三大法人 我还有融资融券宽股 还有告诉你当充笔 然后我后面还告诉你什么 这是期货 台子期货 正逆价差 外资的部位 还有这更后面的 这叫什么 散户多空币 这些内容这些数字 都是我们每天每天必须要 我研究团队要来跟我做报告的内容 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些内容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好了 来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最近这几天怎么跟跟我们的粉丝们 在我的早上7点50分的Line at 或者是盘中的一些资讯 甚至盘后的资讯 我在讲什么的内容 我顺便把它开出来给你看一下好了 好 来早上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Line at的话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今天我早上我发的比较早 因为我发现不一样 特斯拉它竟然发布财报 这么样的糟糕财报 却可以飙涨12% 所以我赶快把这个数据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这边怎么说的 投奔比我告诉你了 那这个对最近的操作有帮助 因为投信又要新一个季度的任养跟做的行情了 然后台美股的数据我也告诉你了 然后我还告诉你这个什么 散户多空比正的12.35% 然后散户反指标多单持续减码反弹行情持续啊 这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德育笑得很开心 我们团队也笑得很开心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散户 他们应该是哭哭 或者说 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怎么多单一减少 然后结果这个行情就喷出去了 为什么总是要跟我反着做呢 对我看到那个梗涂说 为什么好像主力都在对付我一样 然后我做什么 他就跟我反方向做 我把股票砍掉之后他就喷上去 今天台股大涨了532点 你看到的啊 孙气气 但我告诉你啊 这就是法人的看法 这就是你看到的现在目前的数据 这就是有没有 散户多空比在4月19号的时候 那天叫做是正的34%多 也就是散户有极多的部位 随着行情在往上反弹 到昨天的时候的话 竟然那个多单是减码再减码 结果他们就少赚再少赚 而且我在猜搞不好今天 他们那个多单部位开始会翻空了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下午2点50分 那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在我的Light上面 所以Light你一定要看回去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现在你目前在收看这个 要把它订阅起来 对务必把它订阅起来 因为我们的数据绝对都是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内容的话 是反而来跟我要的 很多很多这些内容的话 是因为反而来跟我要 所以我必须要讲真实的看法给你 多我就告诉你偏多 空我就告诉你 小心保守快跑 或者散户在做多 你就要小心 可是散户的反指标的多单降的时候的话 就像你看到这个标题 反弹行情就是要持续 所以今天的台子期货大涨了490点 今天的话是一个跳空开高之后 台积电冲 联发科冲 然后海哥也冲 然后广达也冲 这是四档全职股最重最重的 大家一起冲 所以为什么今天调查是送分题 就是因为这些指标股 都带着行情往上走 而且今天冲上去的行情的话 甚至还把我原本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 跟我们团队说的 往上突破2万的关卡的话 冲破而已 对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多空交战关键价位变成支撑 然后甚至你可以看2万点关卡的时候的话 就是一个大压 结果它竟然用这些全职股去冲破那个大压 继续往上喷上去到20 202 那不过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那个20202 原来如此啊 原来2万点黑手就是放他过了 因为他在卡的那个动作叫做是 2万0200点那个整数的关卡 黑手在里面 你就是常常会看到那个50点跟100点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今天你就是突破的时候 或者看到全职股冲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多啊 就像我们的讯号 也给你看最近这几天 上礼拜五 上礼拜四 因为礼拜四刚好换新契约 对 五月份的契约 是的 你看到那个礼拜四 因为那个台积电冲上去的关系 因为指数冲上去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多单 很清楚的 就是多单获利了结 那礼拜五 如你看到的 如你惊恐的 如你吓到的 但是也如我们获利的空单 你做多就是多单的部位 做空就是空单的部位 我们每一次的多空 都可以很清楚的 这都有讯号 这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到礼拜一跟礼拜二 就是有点被扒到 可是我也说过了 就算被扒到 就算获利回吐 没在怕 所以今天也你看到的 然后我们刚刚跟大家分析的 然后我跟你提醒的 既然台积电联发科 红海广达一起冲的话 当然就是开盘的时候 这边就是我们的 聚表鞋的多单 多在哪里 19968 然后小新星又大新星 你就可以跟着 要么小新星 部分获利了结 尾盘的话 你要全部平仓掉 因为如果你要做当冲 你就不要留留仓的风险 因为这样的操作的话 才是最清楚的操作 你不要跟我说 我看对了 我凹一下 看错了 凹一下什么之类的 因为凹会有可能越凹越大洞 或者越赔越多的问题 可是你如果用50点 来当做你的当冲的停损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每一次 我亏 我就是亏50点 可是我一赚 我可以赚100 200点 因为大行情来的时候 就不要客气把它赚起来 所以这是今天赚185点 尾盘平仓出厂 一口单 你可以赚37000块的多单 多空都可以双向操作 你不要真的不要 你这一只眼睛说 我只要做空就好了 我只要做多就好了 那个很可惜 超级可惜的 期货它就是一个多空 可以灵活双向操作的商品 期货它就是顺着那些黑手 顺着那些行情的毛摸 这么好用的工具跟策略 那我也给你看 我今天标题下来叫做 你要睡前属星星 还是起床属投票 还是都要 我全都要赚 对啊 你看这里啊 这是昨天晚上6点的时候 这是晚上6点的多讯 多在19725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很明确的说我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美股还没开盘 没有 对 可是那时候的竟然就有 那个多单的讯号出来了 然后随着美股的开盘 随着市场上面在反映 财报之前的利多 数个星星 小星星获利了结 赚个100多点去睡觉 OK 那如果你可以承受 流仓的部位的风险的话 我跟你说过了 市场会还你的 因为一个跳空 就足够让你把 那个获利把它赚回来 而且我们最近的短波 都很厉害 那个跳空的方向 都算得准准准的 所以如果你是今天早上起床 你愿意留单的话 你第一根的红黑棒 你可以多赚 而且你可以赚到359点 这就是一单 就可以赚7万多块 8万块 一口就7万多 是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当行情一来的时候 大行情来的时候的话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啊 就把它赚起来啊 当然该手的 就是赚赔我都敢跟你说 这是今年1到4月份的契约 那有赚了30笔 亏了24笔 有没有听到我说亏了24笔 去年也一样赚了109笔 亏了68笔 停损了68笔 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叫做是 几率操作 赚大赔小 刚充50点去做停损 短波段 波段单 最多最多我可以容许的就是100点 因为100点是2万块 可是我当我再赚到200点回来 甚至是300点你刚看到那个的话 就很轻松啊 就是赚大赔小的观念啊 所以赚多赔少 聚杀成塔 富力翻倍 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跟着我们的聚宝旗的讯号 来去做一个 我觉得很相信我们的聚宝旗 就像很相信我们的古墓利 都一模一样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 已经不是在用眼睛在看了 用眼睛看 迟早看坏掉 我看过好多好多那种专业的法人级的 原本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超班的时候 结果后来都去开白那一张 拜托你不要走向那条路 你可以透过聚宝旗 然后把你现在目前的行情把它赚到 那实战班我就略过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每一位经理人 都是满满的清代会员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机会 来跟我们排队 那如果没有机会的时候 先来做预约的这样的动作 那但是还没有轮到你之前的话 先把聚宝旗 先把它带回去 先好好的用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这么好用的平台 那财富自由计划 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邀请大家 现在就可以利用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透过大人哥免费的粉丝团 ID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把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 聚宝旗给带回家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